就是在這個San Diego 靠近它 UCSD 大學城 還有這個生技園區這邊的 Westville 購物中心 它其實就是跟大部分 Westville 一樣 非常大 然後呢 它這邊是屬於戶外型的 沒錯 它這裡頭啊 還有兩個百貨公司 一個是Messy 擺貨 然後另外一個是No Storm 擺貨 像這邊啊 那些各大牌子啊 不管是 Luxury Brands 或是像那個 Best Fashion 這邊基本上都是非常的齊全 已經知道了 Westville 嘛 這都要來講 Piece of cake 對啊 招集這些品牌 然後但我覺得最主要的是 我覺得在這家 Westville 我有覺得有個特色 是它的這個戶外空間 衣障都非常的舒服 那也是有敗於就是 San Diego 的氣候是真的很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後面這邊啊 大家都非常的舒適 非常的 Casual 的 就是躺在那邊 然後曬太陽 對 這我覺得是在 San Diego 的一個特色 在 Westville 這邊啊 有一個地方我還喜歡 就是它的美食街 所以它美食街呢 基本上呢 除了空間以外 寬敞以外呢 還有就是現在在我右手邊這個 就是它會可以給大家充電 像是那個自修室那樣 自修桌那樣 有這樣非常貼心 像 Cafe 的這種 就是那個 它的設計 對 然後另外呢 還有我很喜歡的原因是因為呢 就是大家看我們左手邊這邊 沒錯 它就是在這個 Ice Skating 就是孩子們 Ice Skating 的上面 也就是說就是爸媽們啊 就可以很就是 輕鬆的 就是可能可以有一些部分就是 Switch 有人可以在這邊休息 那有人可以去下面陪孩子 Ice Skating 對 所以我覺得像這樣就是這種 尤其這種購物中心啊 那種對孩子們 不管是 Roller Skating 或者 Ice Skating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棒的 就像你知道 像那個 桃園的那個台帽 對 就會覺得很棒 因為就是平常這個空間很難 在外面其他地方有嘛 然後但如果孩子可以來這邊玩的話 然後購物中心又有很好的空間 可以讓大家休息 吃飯 Hand out 一整天的話 我覺得很棒 像這樣的擴物中心啊 就是又有室內 然後又有室外 就很適合就是帶 Family Kids 然後來這邊 Hand out 一整天 我真的覺得是非常像個樂園一樣 我覺得很好玩的欸 然後另外呢 我覺得像這樣呢 就是在台灣最近有很多在做 Outlet嘛 然後也會 大家也會想要做有室內 像美式的這種 不過我覺得 像我自己就會有一個感想就是說 就是三號呢 在台灣啊 因為我們的氣候However 真的不是像他們這樣這麼舒適宜人 Clarifornia 所以就是我們就 你知道 夏天就很熱 然後會流汗 海島型氣候 悶熱 然後 所以大家基本上呢 不喜歡一直被曬太陽 然後再來就是呢 就冬天呢 怎樣 然後又會有東北季風 然後又很常下雨 所以 大家也不喜歡 就是還要下著雨傘 然後踩著濕濕的地 然後在那邊逛街吧 然後小孩子這樣推車要怎麼回 之類的 所以其實 我覺得像 所以說啊 我自己覺得像三井 Outlet 基本上他們 日本人是真的很用心已經思考過 包括他們這方面的經驗已經蠻多了 所以他們就會做很多室內室外的那些空間 就不管是旗樓啊 或是一些小頂棚啊 就半透明 那種白色 那種頂棚大大的啊 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會讓那樣的這個 整個 就是室內室外的 購物的空間會比較workable 對 因為就是 Outlet 如果我們真的走這種很純美系的啊 做美式的那種 上套雲樓 就是整個 就是 風土民情啊 就是 氣候啊 就是會 真的沒辦法 沒有人會想要待在外面是曬太陽 大概是這種概念 為止啦 當然 為止啦